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这里是欣欣在农村 现在在我们农村有很多老年人供着神像 到底是为什么呢? 咱们找人去了解一下吧 大爷 吃饭了吗? 这不是正吃的吗? 大爷 你吃饭 没有 你老人有多大了? 今天七十 七十了? 可不嫌大 七十 你真不嫌大 几个孩子? 四个 四个孩子 四个孩子 几个女孩 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 你的命真好 命好的 就没有生活自己了 老板老子走了 你的面大娘了是不是? 没了 我看你老子在家里也供了 你老子在家里也供了 那是 就是财神还有管仁供 都是有什么说法吗? 那就是这么个人 小伙儿做生意的 那么多供都是财神 对 云也必要 对 对 你还在这管仁菜肾一块儿供 有什么一样的说法吗? 说起来管仁给这个菜肾 不应该带一块儿供 就人家说 哦 咱在都是没地方 咱在一块儿都带一座供 哦 就有别的地方的西柱 就是管仁和菜肾是分开的 是是 是分开的 但是管仁主要是 那就是 市卖夜市 就是 都弄成的这么丰富 就是人家说 人家这么做 咱就这么做就完了 就是跟人家有的时候 就是 学习一下 对对 其实也就是一种丰富 是是是 怎么说呢 是一种愿意 是是 就是平时有时候给 咱供菜是 是为了 就觉得 咱就给那么的 咱供的管仁呢 就生完发菜的 就觉得很急 有个激励 就是激励 就是脱激励 脱激励 就是为了那一年菜园贵贵 对对对 是是是是 是是是 管仁呢是 嗯 平安 管仁是包平安的 包平安 平安 平安 就是说人家是一种 风俗习惯 叫它那么风俗习惯 嗯 就是没有什么可笑意 没原因 对对对对 就是 现在挑点都好了 都不让人都放股 这些事儿 哦哦 就是一种心理安慰 对对 心理安慰 哦就是拱财神 拓就是说是 拆烟滚滚 拔财的意思 对对 拱然的复杂 嗯 管仁复杂 它就是包平安 包平安 就是说拓 就是允议就是希望 知省人就是平平安 平安 也就是心理安慰 给科学没什么 大表的地方 嗯 你其实怎么说下去 就是共那儿吧 人的心里安慰 老年人多长相 都是为了自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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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家庭好 这也是老年人 关系黑人民的一个方面 这是从井城上的一种关系 通过刚才和大爷的交谈 了解到共神像 是心里的一种安慰 和美好的寓意 财神是代表着 财源滚滚 菩萨是代表着 平平安安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